如何製作2D模型 標準物理設定 全身動態做好之後 我們還缺少了物理 這集我們要加上物理 讓整體看起來更自然 有很多種製作物理的正確解法 而且種類很多 你可以選擇自己喜歡 而且最適合你的一種 如果你是首次購買Life2D 別忘了使用說明欄中的折扣碼 取得軟體首購優惠喔 如何製作2D模型 標準物理設定 1. 輸入 2. 輸出與擺錘 3. 烘焙物理 4. 測試 1. 輸入 首先我們去上方的建模 打開物理場景混合設定 進入物理的介面 先確定上方的應用物理模擬有被勾選 不然會沒有物理效果 再來點選追加 製作前髮的物理 輸入預設使用官方的head input 頭部輸入 物理模擬模型預設使用官方的hair short 短髮輸出 這些合起來的意思是說 我這個物理要做前髮搖晃 頭部是我的力量輸入 短髮是因為頭部而產生的搖晃結果 接下來我們按OK 官方給了head X head Z up body X up body Z 作為輸入 意思就是 他認為這四個力量會讓前髮搖晃 但是目前我們移動模型 還沒有任何物理效果 記得因為系統限制 一個物理的影響度的角度總和 不能超過100 位置 X的總和 也不能超過100 2. 輸出與擺錘 因為輸出設定是空白的 我們要放入我們覺得會動的部分 因為這個物理叫做前髮搖晃 所以我選擇所有前髮的物理參數 在下方的擺錘設定 長度 代表物理搖晃的幅度 數字越大 擺動的幅度越大 因為我們現在在做前髮的物理 建議是設定感覺跟前髮差不多長度的數字 搖動影響力 代表尾端的重量 數字小感覺尾端青筋的飄動 數字大感覺是重重的甩過去 按鈕 反應速度 意思是 多久晃動結束 數字小反應比較遲緩 數字大反應比較敏捷 平定速度 像是整體加速度 空氣阻力之類的 數字太低的話 擺錘會慢慢飄動 數字高的話 擺錘根本不會移動 記住正確的物理有很多種型態 請調整這四個數字來達到你想要的效果 回到目前的模型設定 我們現在擺錘只有一個 所以所有的物理都是1的擺錘數 但事實上我做了兩段物理 所以我要再增加一個擺錘 點選擺錘設定追加 就會多一個2號的擺錘接在1號下面 然後我們把所有 第2段的物理參數 由1改成2 另外要注意最大輸出力 不要超過100 如果超過的話 這個物理就會有卡頓的狀態 你可以調整左邊的倍率 讓結果保持在100以下 再繼續設定其他長度不同的頭髮物理 通常情況會是前髮物理 側髮物理 後髮物理 還有其他身上的物理 像是這支模型 我做了蝴蝶結物理跟裙子物理 所以當你做自己的模型的時候 除了頭髮 以身體為輸入的身體物理 也要一起做物理 讓整體物理達到一個平衡 不然就只會有頭髮物理 但其他地方都很僵硬了 3.烘焙物理 物理在Animation中 是不會應用的 如果你想要在Animation中 看到物理的效果 在物理設定好之後 可以在Animation區 選擇你想要添加的物理場景 然後在上方的動畫 鬼 物理烘焙生成動畫 再選擇你要烘焙的物理參數名稱 這樣這個場景就會被添加物理了 4.測試 現在我們也可以將模型輸出 輸出的時候 勾選導出物理 也會被一併輸出 好 然後我們可以在物理場景混合設定裡查看動態與物理配合的效果 然後我們可以在物理場景上把物理配合的效果 效果可能會再跟Life2D裡看到的不一樣 像是FaceRig的物理會比Life2D中設定的還要弱很多 所以建議還是在最終要演示的程式中測試 然後回到Life2D調整物理數值 結果才會準確 這集的課程到這邊結束 你可以分享給你任何願意學習的朋友 要是你可以留言那我會很開心的 我很喜歡看大家的留言 下一集的內容是如何製作2D模型 目前總結 那期待下集再見